總統 總統 我們怎麼開始了 好 建議停出來 沒關係 來 現在來 來開始 我 好 好 各位先進 我們現在進行今天的朝衛黨團協商會議 那朝衛黨團協商會議 我們有個議程 但是剛進來的時候 我向大家 就是說有稍微交換一下意見 這個 是不是我們先討論這個程序 我們就 雖然這個議程 但是我們到底 應該要什麼先協商 在程序上 怎麼處理 是不是大家先 會錢等於先交換一個意見 就好不好 好 那我就不先讀這個議程 不先 來 那要不要 關於今天的議程的問題 那昨天 國民黨有提一個 就是說 整個疫情 現在 氣象嚴重 也有助於 確診 也有 國會聯合確診 等事項 好 那剛才 佛永泰委員提出一個建議 我覺得 利益良好 也是可以 大家可以 趁忙來考慮 請佛永泰委員 你表示一下 好 請佛永泰委員 這個 所以呢 我具在這邊 具體的建議 我們現在這個會期 到5月31號 我們明天 這個院會還是得開 我們把這個 這個紓困條例 拿出來 禁服二度 那還有動員署的案子 把它讓它通過 那接著我們就是暫停開會了 其他不需協商 那種的概念就把它唸完了 然後我們一直到5月31號 我們加開院會 就是下下禮拜一 我們把紓困條例把它通過 還有其他的相關法案 我現在正在看 我們就把它通過 其他相關法案 這個會期就到這裡 好不好 這個協案完畢就把它通過 旁邊還有包括這個 這個 金鐘教退伍條例 那個有五個案子 那個也有實行加益 另外 在有關於刑法184條之五 那是大 185 144 185 154 那你審過 那個是大環市縣 到底要 必須要完成 這個也沒有意見 我們就把它通過 等一下請 那個是 沒有意見的 沒有意見的 多失效 那個 照逃了 那個照逃了 好 東西拿逃照 好 那其他相關法案 假如有 有捷舞 我們就念過去 需要表決的時候 要到消費期 然後呢 表決期還沒到 比如說跟燒 那就消費期再處理 大概是這樣 好 你已經說跟燒是下會期嗎 還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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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六位才可以表決 好 除息上就這樣 大家有沒有其他意見 好啦 邱總長 我們也是 同意 就是 因為 現在就是說 明天處理這個 防疫條例 到 二度 那之後就 停會 然後到 三十一號 好 那我們 也是原則上 同意 那因為 現在 就是說這個防疫條例 到六月三十號 到期嘛 所以 勢必 在六月三十號之前 也是要處理 否則的話 現在的防疫措施 就會 失效嘛 不過就是說 我們這邊有一個提議 那個 剛才 五月底以前 五月三十一號 五月三十一號 這個要 對 好 那 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現在在談這個 防疫條例的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的建議是說 應該在這個 裡面要 就是說 要有一個叫做 防疫照顧假 因為 跟上一次不一樣 上一次的狀況是說 高中以下 並沒有放假嘛 那現在已經高中以下 國中國小 甚至到幼兒園都已經放假了 那 我們是認為說 這樣的 一個成本 不應該由 受僱的勞工 來負擔 而應該是 透過雇主 勞工 跟這個政府 三方面 來合理的分配 這樣的一個 不利益 所以 希望能夠有一個 防疫照顧法 並且要 有薪水 當然薪水 民眾黨也有提案 那 實在地上也有提案 那 怎麼樣的薪水 的負擔比較好 可以來談 那 第二個層次 就是說 這個是 匡列到 6300億 只是上限嘛 那 之後 預算送進來的時候 應該也是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希望 院長 蘇院長也能夠 來 專案報告 那包括過去的 執行率的狀況 以及未來 到底要 怎麼 編列 那這些錢 要用到哪個地方 的部分 然後 當然就是說 立法院這邊 該刪的 就應該要刪除 那就是從遠去審查 就這個部分 我真的這個問題 我們先把原則決定 至於內容 最後還有時間 在談嘛 那我們現在已經 就確定說 不管如何 那天一定要 要處理 要處理吧 那至於有不同意見 就照程序來 好 那就 那個 內容在談嘛 第二個 就是說先 原則性的 就是這樣一包 先 那至於說 針對哪一個法案 比如紓困 有一件 我們等一下再討論 在學生紓困條例的時候再來講 是不是這樣 我們今天只有處理原則性 等一下就 就結束了嘛 至於我再回答一下 奶油慢的概 那個是 那個小禮拜 有時間在處理 我們今天先結論原則性 因為我要怎麼改 那個各部會來談 那個是相當複雜一個 那過去也不是沒有處理過 你現在第四條本來就可以處理 那韓式也可以處理 那我們今天不再做最 好理的爭辯 第二個 有關於 就很像是委員剛才所提議的 就是說 院長要來 當然 我們 我們條例通過以後 5月3月通過以後 疫情是嚴重 那他當然要偏領預算進來 偏領預算 本來院長就來做特別預算的報告 以及備詢 那至於要問什麼 那個偏領預算 你可以挑戰他 那本來一定是這樣的 那預算 院長不好意思 預算進來要有程序 照委員會懲查等等 那是後續的 好 再補充一下 就是說 是不是說 現在因為明天 就是費總召的提案是說 明天之後處理到二讀嘛 那5月31號是要去三讀 那是不是在這之間 院長能夠召開一次黨團協商 然後各黨團 如果針對這個部分有意見 可以把案子提進來 應該這樣比較合理嗎 那下禮拜來講好不好 我們先 援助先談 好 陳主席 來 謝謝院長 我要提的是在司法委員會 汪茂中案的調閱的這個事情 那因為這個調閱小組到現在就是沒有開會 所以也沒有去討論結案報告 所以在這裡因為也目前也都沒有辦法調閱了嘛 所以本來是到這個月底 那我們是不是要討論 建議就是要主張延長我們的調閱期到下個會期結束 或者是疫情警戒降到二幾下之前 我們可以暫停調閱 這樣子的提議 疫委員資金其實我跟妳很清楚啊 社會不調閱 那本來就是法律規定的 所以是不是要把調閱也再延長到下個會期 因為現在沒有討論也沒有做那個調閱報告 社會期不處理這個 社會期沒有所謂調閱小組的問題 社會本來就不能調閱啊 我剛剛意思是說我們現在沒有調閱的報告 所以是不是延到下個會期 好 下個會期我們在談 對 那邱成年委員 好 謝謝院長 謝謝各黨的黨編跟幹部 那我想剛剛這個費總召提的這個大原則的這個程序 基本上我們也是可以認同 但是我們必須 不是說今天不討論細節 我想紓困這次的疫情 來得又急又猛 老實說 等於是回到一年前的狀況 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我們知道說在之前的去年整個 4200億的預算裡面 現在目前執行數大概是7成左右 大概還有1200多億 那據我們去了解 現在大概是300多億 匡列是中小信保 它後面要打呆跟做相關保證的這個賠償的部分 這個部分不能去動它 那另外300多億是疫苗 是這個要付疫苗的錢 但是現在疫苗是國人最關心的 相關的這些疫苗的採購計畫 付款的狀況 甚至後面的期程 就算昨天41萬劑進來 現在總共有71萬劑 整個打完覆蓋率其實也是 還是不到六成也是蠻低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個部分 當然後面的相關的狀況報告 或是相關的這些協商中間 其實我們希望說行政部會都要來提出 那包括另外現在我們知道 所以漁處大概還有300多億是可以馬上動用的 我們是希望說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來要求行政 單位是不是先優先 針對我們剛剛提到的 先保障這些勞工 因為請防疫照護假 來去做行政命的相關的一些補貼 那還有一些中小企業 現在海嘯第一排的這些所謂的餐飲 觀光旅遊 旅館的這些會展中心 還是說婚宴 這些確實也是非常的困難 那最重要在我們去年紓困2.0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部分在社會福利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很多確診的 都是一些自營工作者 他們這些是靠現金在生活的 他現在沒有現金的時候 其實會造成很多社會的問題 甚至會轉為地下化 所以我們認為就是說 在這些自營業者或是中低收入戶 弱勢的部分 這應該要先優先來處理 先從這300多億來去處理 不然我們立法院有我們的程序 我們知道大家現在都很趕 但是畢竟2100億不是小數字 我們不能支票開出來之後 過程都沒有管理 我想這個部分是我們提出一些見解 那針對防疫照護價津貼的部分 我們請我們的本黨賴委員再補充一下 好 戴委員 先請教兩位資深的總召 就是談到如果明天能夠以進夫二讀 但是我們的版本 包括民眾黨還有21位跨黨派委員的版本 早上才送醫師出 所以待會在協商結論 能否就這個明天要審的這個特別條例 以及各黨團或委員的版本 可以併入報告事項的部分 那請主席待會才是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現在在程序當中 明天是二讀 二讀到31號前三讀中間 還會有黨團協商 或者是條文的協商 這個時候應該是請主記長很清楚講 現有4200億裡面的這個執行狀況 因為剛剛外界在傳說還有剩多少 未決定數等等 那採購疫苗應該是重中之重 到底未來的2100億的使用狀況 才能夠快速的去進行 下禮拜31號要完成三讀 不然以現有大家會覺得說 你們現在只是空白的讓6300億過 可是實際的效益是什麼 那所以我們是希望裡頭能夠 匡列一定的勞工的叫做 這個防疫照顧津貼 那細節等等我認為 如果說大家願意 來面對這樣的一個 防疫必需的生活負擔的一個 三方的協作 那這個津貼是要列進去 所以這是我們強烈的主張 也請各位黨團可以支持 好 我都聽得懂科黨的看法 對於防疫 非常理解 大家現在對於整個防疫的狀況 大家都苦民守苦很清楚 至於現在只剩下300多億當然是不夠 要增加預算 未來V30下表決決一定有朝一學商 我想主席黨也要來說明很清楚 至於防疫經貼等等 那身上法的問題 我們下禮拜我們協商在來談 今天大概沒有人講得很 大家講不完啦 相關部的首長也沒有來這裡 我們今天處理立法案應該有程序 我們先確定原則 至於要怎麼協商 而或我下禮拜我們再來處理 我只是補充說明一下 對不起 我的理解應該沒有錯誤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通過這只是條例 那條例的部分先讓他過 那我們下禮拜協商的時候再對條例本身 那今天因為剛剛那個 那個兩黨有關係的一些是預算 就是說到底是怎麼花的 剩下該怎麼花 預算的審查 照理講會有 那是另外一個程序 會有預算的審查 所以在下個會期的時候 他們的預算審查會 就是有關於我們多邊的 對對對會送來立法院審查 謝謝齁 預算來的時候 院長一定要來報告 特別要報告 對 副委審查 而且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簽立原則很重要 我們要立法院負以責任 剛才會有法院所提的 大家都同意嘛 五月三是要 我一定要把條例完 至於 這下期疫情嚴重到什麼程度 也許 院長說這個不敢 這個預算要趕快送來 可能他有林思維不一定 這個不一定是天啊 不好意思對不起 我還是補充一下 那個國民黨團 因為剛剛兩位 在野黨都講了齁 那我怕外界不理解 立法院的程序會誤會 就是說 這是兩大塊 一個是條例的部分 那條例過了以後 我們會增加預算 不是這個預算就空白支票 那立法院的程序 我們會在下個會期 會有正常預算審查 像上一次也是這樣 那院長必須來報告 然後我們會到委員會 就這個部分紓困抗疫 防疫的預算 不是年度預算 還要再做一次的審查 那很多我們大家所關心的 之前是怎麼花的 剩下 還有因為疫情升級到三級 搞不好四級 這個我們很難想 但你要超前部署 那你所需要整備的 所有的資源配備 預算怎麼樣分配 中央地方 因為現在地方已經全面性的 在進行防疫 那很多包括負壓病房不夠 篩檢廣篩站不夠 這些東西到時候 他們都要提出完整的報告 然後我們會在立法院 進行預算的審查 那我們現在 在這個月之前 要通過的是這個條例 謝謝 好 院長 來 出總長 來 補充一下 剛剛就是說 五月 明天這五月 這個五月二十一嘛 那明天這一個 進入二度之後 到五月三十一這中間 應該可以再召開一個 黨團協商嘛 會啦會啦會啦 那沒有問題 然後再讓各個 這個 跟對這個條例的版本 好 這個沒有問題啦 好 謝謝齁 那個民眾黨長 我們也同意就是說 在這段時間在 因為剛剛那個 政委員講的這個程序 其實我們大家都了解啦 但是 畢竟我們今天的協商 也是有直播 我們還是要讓 我們的支持者了解說 我們到底大家現在 concent的或是 對我們的 這個民眾 關心的點 那我們也是認為 呃 同意邱總召這邊講的 就是說我們中間應該還要再來 去進行一次朝野的協商 好不好 所以 柳市長委員 那對不起 不用了齁 好來 賴香玲 剛剛主席請教就是說 能夠在明天的報告事項 真烈已經送入的 這個法案版 黨團或者是委員的版本 這個可能在今天的 協議做確認嗎 不然的話 你明天一讀二讀的話 基本上現在 在議事處的版本 就進不了你們的程序了 報告事項 能不能並入協商 請讓議事處解釋一下 議事處來收筆一下 議事處 收筆一下來 你們去年在那個程序時候 是有這個程序 就是我們目前明天的院會的報告事項 已經都審定議程了 那如果將來 我們在紓困在做協商行政院的這個協商的實質內容的時候 各黨團如果說對他的內容 或是你們本來已經有登記的版本 但是還沒列入報告事項 在協商會議的時候 你是可以提出來討論 那如果你提出來討論之後 有被大家接納 可是你的案子事實上還沒有一讀 那時候在協商結論 如果大家都真的沒有意見 就可以寫說你這個案子要列到5月31號 因為那天要處理紓困的三讀嘛 就在那個地方是也讓你禁服二讀 這要寫出來才可以 沒有寫就不行了 因為行政院版本只有第9條和第19條 他是第3條 就沒有 你前案的時候沒有問題 柯總召講說 我們協商的部分 協商的部分因為行政院它是兩條 部分條件修正草案 協商的標的就是這兩條 那現在其他黨團所提的紓困呢 他如果是條次不一樣的時候 這時候會涉及到你這個案子 因為還沒有被禁服二讀 也還沒有被病案協商 那等於是說 你提出這樣的一個參考意見 除非大家都願意 否則的話就會像柯總召所講 你本身就不是討論的 因應也沒辦法 因應也沒辦法辦法的問題嘛 就是說 協商 行政院只有兩條 就是 第十一條和第十九條 十一條是框的預算 十一條是延期 你這是十一三條 三之一三十二三十三 也就是說沒有這個 沒有條文嘛 所以以前可以為什麼 因為前案 第一次的時候我們都處理過你們的 就前案修正 然後你提出這個東西 我們有這個意見 來不及副委 好我們前案修正的意見 納進去可以 那現在 第九條 第十一條還是十九條 它第三條不搭咖嘛 立完 再怎麼樣 朝一將同意都沒有辦法處理 這個法 這個程序就問題了 所以只有相對條文才能夠 對 那去年二月二十一號的時候 我們的協議裡面就不是這樣 那個是有前案修正 所以我特別說 你們來不及我們就把那路沒有關係 OK 是這樣嘛 那是前案修正嘛 好大家 陳主席 那個有關那個汪茂中案 因為到月底都不會開委員會 所以是不是現在就要來處理 那不是 夏蕙琦有司法制委員會開好不好 好 夏蕙琦在處理嗎 那今天我們的協商就把這個寫下去 可以啦沒有關係 好不好 汪茂中案現在就是要有司法制委員會 夏蕙琦在處理 那院長這個 夏蕙琦有司法制委員會來處理好不好 對 夏蕙琦司法制委員會來處理好不好 然後寫在協商的這個紀錄裡面 好 謝謝 我先把 先把這個 這個 夏蕙琦有司法制委員會來處理沒有關係 好不好 我先練一遍好了啦 那大家如果這個 這個 你們的意見 那我們再拿出來討論好不好 先練一遍啦 現在已經 藝術處已經把那個是你的結論 我練一遍 好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不好意思 我再有一個建議 就是說像他這個上面 也有何志偉委員 等等之類的 這些版本嘛 那比如說他就有第三條啊 那是不是把他這個也一起放進來 你有現在互違的 明天的紀錄座組沒有這個案子啊 那就是說他 在這個上面 他是5月7號一堵嘛 那是不是也可以建議啦 就是說把這個如果放進來的話 那他那個比如說防疫照顧架的如果要修第三條 就可以用這個來 來 來處理 也是一個做法 這個比在一起的話 先單純化 先單純化 報告事項的話 那我們明天用黨團提的版本 能不能增列為明天的報告事項 在今天的協商結論 可不可以列清楚 這個 這個決定 這可以嗎 寫進去的話 我們明天 你已經讓處長來說 你已經確定了 這個就是說 大家如果協商有結論 願意這樣做就是可以 但是政辦上市 當然就要跟柯豪政辦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的意見 我要提醒大家的意見 我要提醒大家的意見 明天要簽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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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這個 好 好 我把 是你的結論 唸給大家 聽看看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110點5月10 星期四 下午1點30分 紅螺302 歸市 決定事項 一 各黨團同意新政院 行情審議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第十一條 及第十九條 條文修正草案 進入奧讀 由院長召集協商 第二 各黨團同意 以北院 至5月22日至5月28日 停開院會及委員會 5月31日 加開院會 處理行政院 行情審議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第十一條及第十九條 條文修正草案 完成三讀 並不提出覆議 該次院會 並處理 已有協商結論 及不需協商之議案 該次院會 不處理臨時提案 三 各黨團同意 5月21日 院會 由主席責定 時段進行 視訊會議 表決功能措施 就這樣三點 可以嗎 可以 那個院長 剛剛提的那個 汪茂中案還是把它加進去 你到底夏蕙琦在 汪茂中案那個總召力給答應 那個 沒有啊 那個我們 現在這個要加那個要加齁 汪茂中案在 會期結束的時候 我 民主委是不可以調閱 夏蕙琦 從事後還是委員 我 答應你們去處理好不好 好 好 嗯 還是想要表達一下就是 既然紓困條例就是因為現在很緊急 所以大家希望能夠來超過協商 並且進附二讀嘛 那既然是這樣的情況下 就應該全民一起來做努力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這個增列討論事項部分 應該也要同意 因為各個委員們 還有各個黨呢 其實都很希望能夠一起在這個紓困條例的部分 是一起來為國家來努力啦 其實沒有什麼理由不能討論 我們還是希望說 今天能夠達成這個協商結論 是含了明天的這個原會能夠有 在增列報告事項的部分 然後增列討論事項部分 把各黨團的意見都一起表達進去 一起來做一個努力 那因為之後本來就還有協商嘛 就其實列進去沒有問題 就是 沒有那個 關於是會討論的各個案 整體委員都還沒通過 都還是掛號而已 沒有那程序嘛 到時候其實我們現在的紓困條例第三條裡面 有對於 對於生活這幾天也不是 很多人道具 我們可以一起來談 下禮拜我們可以一起來談 沒有關係 好不好 好 好 不過 來 是 不能進入惡徒的條文 每個黨團都沒有看過 沒有啦 不能進入惡徒的 現在只有處理程序 也沒有進入內容 程序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這樣子處理程序 而且各黨團都沒有共識 你現在的條文加進去的話 會突生明天要進入惡徒的困擾 那我們 我們已經同意說 像那個 那個時代力量有提到說 在21號到30號之間 會有黨團協商 那個黨團協商可能會 到時候主記長 或是其他相關的單位 會對這些有一個定見過來 我們來談會比較好 否則現在 我們現在談這個部分 很多部會首長也都不清楚狀態 之下這樣子談不是談 這也是談過嘛 他瞭解 但是剛剛去柯總當你說 只有處理11跟19條嘛 所以我們才說 那如果明天沒有列入報告順項的爭戀 到下禮拜的協商就是11跟19條 對不對 對不對 這無以負義大家都曉得 所以才說 願不願意 如果只有柯總知道不願意 我們也OK 我只是確認說 這個程序本來是可以 沒有我就這樣處理 沒有程序委員的案子不能處理 這個只有破例的話 你反正就不是程序委 因為隨時都在家 那從來沒有破例 從來沒有破例過嘛 對我們表達我們的意見 對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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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是這樣 總之應該講什麼 總之是這樣 那大家就不能講 不可以有三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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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开会到此告一段落 还没有一件 没有一件 我们就散会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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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